我看到米尼的時候呢 其實是在Top Dog 當時是藝人李軒榮帶米尼回家的 我們一直知道米尼幾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呢比較害羞敏感 所以我們就沒有直接約在他們家 怕我們一下這麼一群 一激動一緊張可能就漏尿 所以就在公園等米尼媽媽帶米尼 讓米尼在這裡跟我們認識啊交朋友 主要就是不要讓他情緒太激動 減少這種漏尿的機會 他才有辦法真的做好這樣的改善 我也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他囉 聽說他剛通過了台灣治療犬的測驗 這考試很難耶 人家還是高分通過的喔 那待會就帶大家看看他啦 現在看到米尼媽跟米尼過來囉 很久沒有看到他 雖然內心充滿了激動 但是我們要拿出專業 什麼叫專業呢 要假裝不認識他 就一般朋友打招呼這樣 嗨 美尼老師 米尼還認得你 哈囉 說他就不見 好棒喔 乖乖 來 米尼 現在對大家都很好奇 你好棒喔 乖喔 沒事 對不對 真的個性很好很穩定耶 對 沒得挑剔 沒得挑剔 很愛很愛就是這樣嗎 之前就是會在某一些情境 他有漏尿的情況 在你手上當初有碰到這樣嗎 戴回來的時候還是有 還有 那現在咧 他其實是在沒有準備下的話 你就讓他去接觸他就太興奮了 就可能會漏尿 對 因為室內比較擠嘛 所以比較擁擠的時候 他們壓力會比較大 戶外比較寬敞 如果啦 他有緊張害怕或不願意 對他來說 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離開 可以閃躲 那但是在空間比較小的時候 自然他心情一定是更緊繃的 可以大家去跟大家認識一下 可以啊 走 我們去找姐姐 對 去找姐姐 哈囉 姐姐你好 對不對 你可以看他對米尼媽媽的動作 都充滿著興趣 我們還跟他講話啦 手一比一下 這尾巴就咬得比較厲害 就可以看出他是很開心的 那戶外比較多他感興趣的東西 對 更不會專注力在我們大家身上 專注太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壓力也是很大的 好 走 所以像你家的狗狗呢 如果是比較敏感啊 緊張啊 我們都會建議 可以下來一起接著朋友一起上去 那狗狗的狀況都會比較好一點 現在咧 我們就進來了米尼的家 米尼平常就在這邊活動 對吧 那平常睡覺呢 兩種選擇 一個是進運輸籠 然後第二個就是跟我們進旁邊 所以這邊我們就看到了 這邊有一個運輸籠 平常有在關它嗎 平常的話比較沒有 就是讓它自由的進出 我知道當時在宣榮那邊的時候 就開始有在做龍內訓練 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其實回來就很順利 那這邊看起來是像遊戲室一樣的地方 他的玩具是不是 對對對 那平常會看他進去嗎 他是會去那邊挑玩具 挑玩具 但現在看到這個呢 應該不是給狗用的吧 這是貓咪的 那他們相處以前都還算 很順利 這裡呢我看到 這個很厲害喔 是 這都是 異智玩具 可以看到 這個主人呢很有觀念 準備了很多各種不同的 異智玩具 有很多東西呢 真的要讓大家多了解 那我們找個地方呢 跟敏妮媽好好聊一下 敏妮 乖乖 很棒 當時是在節目看到他 是 藝人李薛龍在養 那時候他有跟我講過一些問題 第一個呢 他就是比較敏感緊張 會有漏尿的狀況 是 第二個呢 他在出門的時候 他就很焦慮 很分離 焦慮的情況 第三個呢 還有亂大小便的問題 第一個家裡的話 讓他盡量的安心 也讓他知道 聽到這就很感動 包括宗族之公那邊 適時提醒我說 你不要一直陪在他身邊喔 你偶爾要放他 我覺得他有時間 讓他獨處 獨立 那他的確到目前為止 偶爾就是我出門以後 他會哭一聲 那你怎麼知道他好呢 我們監視器 監視器看到他 會自己休息 焦慮的問題呢 也沒有發生啦 還是會有 一點點 一點點 但是造成困擾 然後帶他到公園散步 他有一些舉動 例如說 他會去追老鼠 遇到地上 有人家丟吃的餅乾什麼 他馬上就要去舔 他其實不是搶 他會很珍惜的去舔 或者趕快把他刺掉 你會很心疼 中途志公也有告訴我 說他滿老二哲學的 他不照鏡 所以他不去搶 他連幼犬他都讓 餵食的時候 他就排最後一個刺這樣子 我真的講 這是教不來 老實在意來都沒有用 這真的跟命好不好有關係 當時狗狗要來 最擔心的呢 其實就是 狗跟貓的相處 台灣的米克斯 外面混長大的 我跟你講 看到貓像看到仇人是一樣的 所以擔心是正常的 有做什麼樣的 比如說相見歡的練習 來之前 我們應該互相就是 把他有氣味的 他的味道先讓貓聞一下 先讓貓聞 然後我們家貓咪的味道讓他聞 那這是我們少做的 第一天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錄影錄了一天 很累 一接回來到家裡 他就在這正中間 就開始剛好這段時間 讓貓好好看他 對 現在相處會玩嗎 會 貓咪都舔他 抓他的臉 一開始我會擔心說 會不會出爪子 但是也沒有 他們就是真的純粹玩樂 貓咪也是都很 可以親人親狗的 所以到現在來說 那你覺得在生活上 有什麼樣的困擾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點點 不夠有自信 有做什麼樣的調整或練習 每天讓他的秀文多一點 玩樂的時間 放鬆的時間 藉由遊戲 讓他的自信心提升 因為很怕他就是 為了要迎合我 聽指令行事這樣 所以媽媽給他 滿大的空間跟彈性 希望有給他 我知道每一老師呢 除了是學校的老師 是迷你媽媽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身分呢 動物輔助治療師 那他現在在學校有開始 真的跟小朋友做什麼樣的活動嗎 因為他還沒有是正式的治療犬 所以在學校就是一個 陪伴上課的過程 其實這有一點 像治療犬活動裡面 增加孩子的動機 他也很願意配合嗎 他可以 其實服務現場 對治療犬來說 我們叫上班 可是他們叫玩樂 所以就是變成說 要讓他玩樂的品質 那這樣你現在學校 真的是一個滿好的學習環境 比較優勢就在那邊 尖叫聲也不怕了 走廊上跑來 那今天我就帶了一些怪人來認識 對 今天也是他的社會化的 然後也難得看到 像我這樣的帥哥 看一下 眼睛不要 對 帥哥 要寫詩 你不要這樣 帥哥 欸 帥哥 他就是很臭 你這樣也可以睡 例如說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餵食 那他可能要好好的吃東西 就不能吃太極 那他自己要維持那個禮貌 然後靠近人的時候 他可以用什麼樣子的態度 不會直接撲過去 那他的服務對象 就是大部分是屬於比較 可能有一些是失智的老人 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中風的老人 另外一環就是 身心障礙的朋友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帶很多的歡樂到現場 希望可以讓他 不是歡樂還有治療 嗚嗚嗚嗚嗚嗚 本人 本身是治療權的顧問 我們可以把它分做身體或心理 他不是只是去玩活動 人家是去治療的 比如說有一天呢 你中風了 你的手不太能動 那你去做機器復健呢 你會不喜歡 因為很冰冷 但把這個動作呢 設計在這個課程 比如說幫狗狗輸出毛 餵他吃東西 你就可以做復健了 這樣懂嗎 有一天呢 我們攝影大哥呢 因為每天他在做這個工作 就開始有憂鬱 那這個時候呢 心理的治療 摸摸他 帶他散步 就不用吃藥了 懂不懂 那每一隻狗都全能嗎 就是每一個對象都可以補導嗎 還是他們都有分專長嗎 我覺得要看特質 協會裡面的治療權 幾乎都是很全能的 那但是我自己個人的認為 孩子蹦蹦跳跳的 這本來就是狗狗的大忌 到兒童廠服務的治療權 更 狗狗的能力要更強才可以 因為他們的環境變化 才更複雜 對 一般的正常狀態下 中途到新式儒家的時候 中間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是要先溝通或注意 第一個我們遞了申請表以後 然後他們跟我們聯繫先做電訪 然後了解初步的狀況 然後之後再安排家訪 大家不要就是很衝動說 當然要養狗 然後我要領養也很好 然後馬上就 隨便就去 就隨便抓一隻就回家了 這樣當然會有問題 所以事先的功課還是要做好 因為現在養了牠真的很乖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領養代替購買的觀念 還是要有 透過敏尼這次認識了中途的機制 我覺得他們太棒了 他們可以先幫我們 調整到一個牠的狀態以後 然後真的是好好的評估 這個家庭可不可以看 要找狗可以從這些 好的愛媽中途這邊去看狗狗 對這些機構 真的很棒啦 今天這樣看 我那時候看到牠 跟今天看到牠 完全是 所以我只能講好命 不管是主人好命 狗狗一樣 我們很幸運 對 都很幸運 那都是最好的配對成功 然後新科的治療犬 真的很棒 所以我覺得我們會更期待 迷你媽媽跟迷你 往後服務治療犬的生活 真的啦 謝謝 太棒了 謝謝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